《科學分》新知第二節 我們要回到中學的物理水平 我們不妨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Fusion 什麼叫Fusion 什麼是裂變 什麼是罪變呢? 首先你要知道在我們現世上見到所有的分子、元素 他們的原子核裏面其實是隱藏很多能量在那裡 不過那種能量我們名符其實就叫核能 就是在核子 原子核裏面藏的能量來的 我們一般用的燃燒的作用 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用了原子外圍的電子層的能量 就將它由高能量變成低能量 於是它就釋放一些化學能的東西出來 化學能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由那個外圍電子的狀態變化出來而已 去到核能的時候就很有趣了 其實在一個核子的層面裡面 有些核子會處於一個高能量的狀態 有些是處於一些低能量的狀態 環顧我們整個元素周期表 處於最低能量狀態的核子就是鐵 鐵的核子 最懶就是最不願意動的了 你肯定拆它是沒有好處的 你要給能量師拆到它 你肯定黏東西上也沒有好處的 你也需要給多些能量師 能夠黏到東西上去的 所以你會看到在天體物理學上面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最後最不動的那些元素就是鐵 它就會存在在我們的地球核心 太陽核心那些東西 甚至乎一個那些超新星爆發 最後剩下一個殼 最懶惰的就是鐵的核 它就是最不會參與任何核裂變核罪變的了 以鐵為界 重過鐵的元素呢 你撕開它是有好處的 你撕開它 它就會釋放能量給你 所以那些有元素 不元素那些 比鐵的很多元素 只要你有辦法撕開它 它就會給很多能量出來 有些甚至乎你不給能量下去 它都自動散給你看 那些自發的核裂變 就是這樣來的 放射性元素就是這樣來的 有沒有一些是 反過來 譬如比鐵的元素輕輕的元素呢 甚至乎是碳都可以的 只要你給足夠的能量下去 將它的原子核放在一起 它又會給你能量的 就是說 比鐵的元素你如果撕散它 你就可以透過核裂變來獲得能量 比鐵的元素你如果能夠有能力 將它放在一起 它的罪變能量給出來 就會給你有賺的 所以我們這次想 我們現在用核電廠 很多時候就是用重的元素裂變出來的能量 核裂變能量 你說大亞灣核電廠那些全部 就是那些什麼福島 核電廠 台山核電廠 全部是這些來的 就是現在我們現世上 還沒有一座成功的核聚變的發電廠 但是如果核聚變發電廠你要弄的話 其實原理就是你一定要將那些 很輕的輕元素能夠出去壓在一起 現在問題就是我們懂得將它壓在一起 但是壓完之後又能否令到它整個反應是受控的呢 如果它不受控又怎樣呢 它要麼就關機 你要重新點過很辛苦 要麼它就不受控 整個核彈繼續爆出去 什麼東西都滅亡了 所以將這些東西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之下 來產生能量 這個能量也很巨大 而且算是比起那些福島的核電廠 大亞灣的核電廠是乾淨很多的 就是最後產生出來的那些東西是乾淨很多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透過能夠發明到一個受控的核聚變的電廠 於是就改變我們運用能源的模式 是的 那這裡我可以順帶一提就是說 這次美國這個Livermore的實驗室 它就是說第一個 其實又要小心點 這個結果它純粹發表了 它是不是已經有同裁評審呢 是沒有過的 但是我猜它們是有信心的這件事情 我也是衷心希望它們是成功的 他們說是這樣的 在他們開發的過程裡面試過很多次的失敗 我們有報導過的 我們曾經報導過就是它已經越來越接近的目標了 它給多了一些能量 發覺有六成、七成 一直在上去 會不會有一天去到十成、超過十成呢? 原來都不用等到明年了 今年年尾 他們在這次這個嘗試裡面 做了一樣都大膽的新嘗試 他們就再更新他們的激光 令到他們的激光那個強度 就加大了10% 那不算多的 原本那支激光都很厲害的 就是說那些叫做以百萬焦而計 就是在那瞬間有百萬焦而計的能量灌注下去的 那現在就在說它再將激光的強度加大了10% 但是發覺加大了10%之後呢 裡面點著它們的釋放出的能量呢 就不止升10%那麼少了 就是直接爆炸了12%到周圈的壓力 是想到一下子已經已經 超過了 να輸入能量了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他們想要認真撲打了 其實情況有一點就像就是 你去透露 你從頭上給一些熱力不夠 你透的很辛苦 它已經點不涉gle 但是後來啊 直到人大後呢 我想台長 很多聽眾 你也見過了 現在透過爐 不用技術的 我見有些人 拿一支打火鍋的gas 打噴嘴 一啃噴 對著拿那塊東西對著那個攤子 就啃啃啃啃 啃啃啃啃啃 啃啃啃啃啃啃 放了 十幾十秒就搞定了 透過爐 不用技術 以前又說彤子君怎麼樣搭東西 接著又找報紙舖 怎麼樣 以前是找報紙舖 避些的 那時候會發覺你 因為你的技術 不能夠一下子貫注很高溫度 去點穿一些東西 但是原來一下子你願意寫得多一些 一些比較高 你可以很快做到這件事 而且很有效的 其實這次我也覺得是 他寫得多了那10% 就令到他出來就已經多了很多 我猜如果他講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的結果都應該可靠 而且他應該不只做一次 他應該是重複了幾次之後都發覺達到這個效果 當然了 我就等了 大家就不妨 等多一個多兩個月 看看他們那個同裁評審 或者是否有進一步的公佈或者修正 但是無論如何 我會覺得 這次這個消息是代表著人類文明 能源使用模式一個新的革命 就是由今天是一個里程碑來的 是啊 因為我以前看過那本書叫Enthropey 他都用這個 一個文明怎麼使用 是能源作為一個標誌的 由我們鑽木取火 接著用石油 接著核能 其實每一個都標誌人類的一個文明 所以這次是一個很劃時代的突破 不過剛才你提到就是那個裂變的能源是髒 而醉變的能源是乾淨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以可以 譬如說 醉變的能源 我們很多時候需要用一些比較重的元素 比較大家容易聽的就是有元素 或者不元素這些這樣的東西 有元素它分裂了之後就會產生到一些放射性的元 或者放射性的那種叫Cecium 那種中文叫什麼?Ce 或者Ce 有時候因為日本用的用字 跟我們中文也會有些不同 Ce 137元素 Ce 它們有放射性 然後放射性得來 尤其是那種Cecium 137 你如果吃了一個身體 你排不出來的 它可以在你的身體裡 假裝是一個像鈣的梨子那樣 進入你的骨那裡 然後就繼續在你的骨周圍裡放射 放射 放射 所以是一種很難脫身的東西來的 吃了它脫不出 而且它的壽命很長很長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那種東西會不會髒呢? 第一 當然要看一下它的放射性有多強 第二 就是說它保持著能夠放射的能力有多強 如果有一些 像北元素這些 小小又會很毒的 然後放射性又高的 又放得很長的 譬如你說那個切爾諾貝爾那些 它裡面的北元素 它的北元素半需期大概八萬年了 八萬年才跌一半 你在那裡 你真的整個地方 整個人類文明都沒有 就是我們現代人類文明 不要說八萬年了 幾千年都沒有 就是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那個毀壞程度是很大 所以那些從重元素去列出來的東西 都還是幾重的元素 很多時候都是重金屬 化學上 核子上都是有毒 好了 到的是講那些 譬如輕一些的元素 譬如在那個核聚變反應方面 我們用到一些輕的同位素 一隻叫穿 一隻叫戒 當中那個核活躍的那個元素 就是叫戒的元素 Tritium 它有放射性的 但是它有放射性能力 它本需期很短 還有它是一隻重氫 氫的同位素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當然了 它可以扮成水裡面的氫 變成一顆重水的分子 你可以喝了落土 但是你都會拉出來 它不會進入你的骨 就算在你的身體裡流過 就算你不知道怎樣 剛好那顆元素在你的身體裡 七天都排不出來 那它大約都是七天左右 才會有一個 它的半需期就是七天左右 幾天左右 所以它是一個 你水這些東西 其實你那頭喝那頭出的 24小時48小時什麼水都出的 其實就是 你肯喝肯去廁所 無論你喝了那些重水 有放射性的那些 其實那個反應 不會在你身體上面發生的 基本上可以 是一些排得出 而且就算你倒進去海那裡 就是譬如說福島那裡 它現在有一些重水 倒進海裡 中國循環巴閉的那些 但是其實根本 那隻元素 你衝進海裡 其實不是很察覺的 它自己呢 你等幾個月它都沒有了 都已經分解了 所以就是一隻 安全一點的元素來的 可以看到就是說 無論它輸入的原材料 還是輸出那些這樣的副產品 它那個核的傷害程度 是更加低 有人可能問 不是啊 核醉變很難發生的 需要用到一億度 你核裂變的那些東西 在講幾萬度啊 就是幾萬度的東西 一直來控制著它 一下子有幾億度的東西在那裡 你控制不了 用了怎麼辦 那樣子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 一種好 就是由那個 由今次這份魔惡技術 你看到這件事情就是 它用的時候才會點著它 它不用的時候 你很難點著它 就算裡面有什麼爆炸 就是最多可能在裡面 爆了核彈 它可能才有機會破壞到它的東西 基本上你不點著激光 它的東西就放在那裡 你很難點著它 它也不會自己 無緣無故的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那隻東西很乖 甚至乎我覺得它乖 那裡有些頑固 你很難點著它 那所以呢 反而核醉變的反應 它雖然是玩到一億度那麼高的溫度 但是就是說 你按一個按鈕 一關機走人 沒什麼手未跟 所以我會說 其實呢 以那個乾淨安全的程度 相對 它那個技術要求高 但是出來的風險呢 我會覺得是低的 比起那個 普通的核製 核電廠 好 那由現在這個 就是點火的程序 到將來 如果是發電的 中間是欠缺了些什麼的 就是 知識 技術呢 那這樣 其實你問我 可能最可能 就是利用這樣的能量 拿去煲水 嗯 那因為呢 你這麼多種的能量形式 你最容易 就是去轉化和採集的 就是用熱能的方法 那你將它整成為一個 不斷發熱的東西 就好像冰島那些地熱發電廠那樣 就是一個 我也是想主要是這種方法 然後它煲水 就不是直接 真的就這樣放一個煲 你一定是將一個裡面的空間 包含了 令它出來的那些 射線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它的能量能夠轉化 煲熱了一個水 然後由一個水隔著牆 來慶熱第二煲水 其實幾次那種 就是那種叫壓水式反應 就是幾次你去燉東西喝的 用一個熱一點的東西 去燉熟另外一泡水 用水來去煲水 但是當然如果去到核電廠這些level 你去負責去加熱別人那泡水的那一泡水 本身就是高溫高壓一些 那個費點是高一些 400度都是水來的 就不會變蒸氣住的 其實很看你外面能夠加壓加得多高 那如果我們形象化去講 是不是這次等於我們做了另一個太陽 其實一早都做了的了 這個就很微型的 因為這次是要去做一個可以受控的反應 或者是一個至少可以做完之後拍鞋子走人 不會弄到周圍的東西的一種反應 那你說以往 如果你說第一次能夠成功製造人做太陽 就是我們爆第一顆輕彈 就是你講的Edward Taylor 在美國1950年代尾爆的那顆 就是我們人類歷史上做的第一顆太陽 嗯 嗯 好了 都挺厲害的 因為這個實在有太多的 implications 那我們就沒辦法 今天只要講兩次 就是中國第三次都還有少少東西 關乎這個 就是這樣的 這麼大的 可以講一下 人類的突破 我們第三次回來再去 就是講少少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